花林县政府教育处15、16号两天在中正体育馆办理了 花林县2021科技教育和人文艺术成果连展 现场一共有80个展摊 由花林县、国中小、花林高工、科技厂商、乐林学习中心 以及数位中心等单位共同来参展 花林县政府教育处15号和16号两天在中正体育馆举办 花林2021科技教育与人文艺术成果连展 现场学生会在代理处长合同的陪同之下到场同乐 现场也亲自到场分享过去推展科技教育的成果及经验 他提到,花林县在108年办理第一届科技教育与人文成果连展 活动两天吸引了5000人次以上的人潮 109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更让科技走得更为前卫 而今天有众多科技产业聚集 希望借由产业互相交流 激荡火花 孩子们也借由游戏玩科技 让科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花莲的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 整个四阶段把它链接起来 为什么花莲县政府要推动智慧教育 因为未来谁占用了AIoT 在整个智慧的这个民端系统里面 运用整合互联网 互联网整合起来以后 其实我们的孩子不用到西部去发展 只要他留在花莲 他就能创造自己生命中的奇迹 自己创造自己的事业 更创造自己的产业 更成为协杠主 所以这是我们这两年推动智慧教育 更希望留住花莲未来的人口红利 让他不用北漂西漂 所以我再一次谢谢花莲县政府教育署 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的同仁 大家为智慧教育的课程各纲 以及我们的学习 做了很多很多的教程教案的录制 更谢谢我们的老师愿意学习 跟我们孩子一起成长 另外公务们资源有限 我还是要谢谢我们产业方 我们的产业方 能够跟花莲县政府人合作 将最大的利得给我们孩子 科技透过动手以及亲自体验 这次连展同时也安排 让民众能够动手王川义 重现教学现场 而这是本土教育 以及热灵学习的落实之下 为学生学习创造五线的可能 延缓老化 透过长者们丰富的生命阅历的分享 让大家看见教育的真实改变 让花莲孩子们一样拥有 亮丽的未来 也一同建构高龄友善 健康生活的美丽花莲而努力 记得终于花莲老